今天為什麼要來這裡 因為要跟大家說謝謝 幾天前我開了記者會 告訴我們的國人 也告訴全世界 我們是有一些力量可以來對世界上其他國家進行協助 我為什麼有這樣的膽氣 敢講這樣的話 主要是因為後面有國家隊在支撐整個國家的防疫 同時在我們行有餘力的時候 我們可以對國際社會提出我們可以做到的援助 我剛才仔細聆聽我們翁董事長的簡報 真的感覺非常驕傲 我們有這麼優秀的廠商 不僅是提供了國外很多的製藥廠 跟製劑廠的需求 我們在國內也提供了很多製劑廠 讓他們能夠生產出優質的產品 尤其是旭婦願意捐出一噸的原料藥 這個可以製造需求有五百萬劑 換句話說 它可以治療二十萬人刺 所以我要在這裡感謝 我更感謝的是旭婦也承諾 在未來每一批次的生產 會留給我們至少三公噸 讓我們有足夠的原料藥來源 來製造灰寧 我要謝謝我們在場的幾位置機場負責人 你們的加入 在協同原料物料以及生產線的調度上 使我們預計在兩到三個月內 可以陸續生產一千五百萬顆的葵寧 被阻了國內用藥的需求 來確保國人的健康 所以這是我們在防疫的過程中 非常重要的一個面向 今天看到在座國家隊的各位 我感到非常高興 非常榮幸 也讓我有這個機會代表臺灣人民 謝謝大家 也謝謝大家在這一段時間來 對我們防疫的支持 謝謝 謝謝大家